好久都没有录视频了 进攻4236 又是这个机型 直接是不走的 好晃一晃 他可能能走啊 不过真调日例啥都正常的 那我们打开看是啥问题 第一档正反转调星期日历 拿到头是调时间 这个机型非常入门啊 现在这个进攻表 它的这个基础款 说白了就是最便宜的款式都这个机型 这个机型的好处就是便宜 再一个呢他还能用 用得住 虽然没那个瑞士表 那么准啊 但是它价格也没瑞士表贵啊 对不对 那性价比来说肯定是这个高嘛 日本原产 然后在那个以前的那个老机型 7S26上面加了个手动上链 加了个停秒 是吧 手动上链和停秒都是很实用的功能 现在我们就看到这个油丝它就变形了 是吧 你多上上发条它也能动 但是这个摆幅 是吧很低 摆幅的目测有个多少 180 不到 这个自动楼上有个啥东西也去不掉啊 你看这个油丝它偏了 油丝就是两点 说简单一点就是要圆 还要平 它这个不圆了 圆形跑到百周外面去了 胶表移伤就打不出来 胶表移伤就打不出来 全部拆开 每个零件其实都是还是比较漂亮的啊 在这个价位的机型没有比这个好看的 看这个 带轮 又四是吧 左边那一圈是不是鼓出去了 右边这个锁进去 右边这一圈 哇 偏心了 这个要调一下 调完了 调完了看是不是圆了 看那个旁边是我调油丝用的那个镊子 那个是手工弯出来的 直镊子我用用不太惯了 调油丝 然后就是清洗加油 装上就行了 调一调 清洗嘛就是刷一刷是吧 装上之后 装上之后 正常